这一家人正在马里兰州巴尔地摩市 旧市军开设的DMG杂货店里购物 DMG的意思是做最好的事 这也是旧市军这个新教慈善组织的座有名 旧市军在全美各地开有许多省价商店和食物银行 这位叫乔安·韦福尔的顾客 很喜欢这家杂货店里的商品和价格 这位他省了不少食物开销 这是我第一次不用到四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买东西 我一般都得到别处的商店去购物 天主教神父赛米尔·鲁皮克 曾在这个居民区的教堂工作 他很喜欢这里的营养食物 他说这给没钱烹饪营养餐的人帮了一个大忙 我喜欢这家店 因为他让那些附近没有这样的店的人 能不用乘托跋涉去购物 吉恩·霍格少校是旧市军马里兰中区的负责人 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开设杂货店的想法 就是他想到的 这些居民从小到大都是去超市买冷冻的鸡肉 回家加热地吃 或者直接去吃麦当劳 我们鼓励他们 并让他们吃上自己做的味道鲜美的健康食品 阿兰机厅第一次来到这家杂货店 任何公司愿意为了慈善目的 搬到这里都是件好事 特别是如果他们的任务 是为大家提供廉价食物的话 我支持他们 大多数的顾客都在接受政府的食物补助 他们现在也可以加入旧市军的品牌中程计划 每个月得到一些免费供给 无论是免费鸡肉还是灯泡 我们都尽量帮助他们省钱 杂货店还提供营养指导 餐食计划并从当地居民去雇人 他们学会了就业人技巧以后 就可以在其他杂货店就职 杂货店经理吉姆法拉斯表示 他的店会遵从旧市军的传统 给流浪者避难所送去食物 我们现在提供150份餐 我们虽然是个杂货店 但是也有社会服务的一面 虽然是家杂货店 但DMG有一点很不同 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盈亏相等 如果我们的盈大于亏的话 我们就会去支持旧市军的 凯瑟琳的小屋项目 帮助被从人口拐卖中救下的女性 如果这家杂货店试点成功的话 霍格希望旧市军能在全国各地 这样的居民区里 开设更多的店铺 美国之音布洛克 马里兰州巴尔地摩市报道